窗户被关上了 尼奥和卡伦后背分别靠在窗户两侧 尼奥开口道 他竟然为了一个从未得到过的女人 一步步逝神 不同于队长的感慨 卡伦心里则在回想着海神陨落前的诅咒 曾经的拉涅达尔意气风发 对神的诅咒不屑一顾 更是轻蔑地回了巨幼稚 就是不知道 当他被爷爷迪斯和霍芬先生联手封印禁狗的体内时 他到底做何感想 很长时间以来 卡伦对凯文 都带着戒备 正如霍芬先生在笔记里关于如何解除封印的记载那写的你疯了吧 一样 邪神终究是邪神 即使是邪恶的判定上有失功允 也会和你拼命的吧 更何况是一尊邪神 但在今天推开过这三扇窗户后 卡伦对凯文有些更深的认知 戒备 是肯定还会一直戒备下去的 卡伦无论如何都不会真正放松对加里那只大金毛的警惕 但在这一基础上 似乎可以多一些能工交流的话题 不管怎样 从结果上推论来看 海神的诅咒似乎都应验了 尼奥又道 我真的很难想象这种感觉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我甚至觉得米尔斯女神在成神前 都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 因为米尔斯女神是月亮 虽然邪神未曾拥有过月亮 但他的光 增洒照在邪神的身上 我真的没想到 单方面的可怜苦恋能被你形容得这般得体 队长 这本来就是一种美好 毕竟 每个人对美好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而有些事情 完全不需要去共鸣 也不需要去共情 只需要能感动到自己 唉 就是真的没料到邪神也会有这一面 觉得有些唏嘘 可惜了 这里外人进不来 否则要是能在现实里真的复刻一个 作为名人故居开放 肯定前来参观的人会非常多 那样的话 邪神会气死的 呵呵 你要重新环视四周 屋子里的简陋陈设 根本就藏不住什么好东西 最重要的是 就算是真的有什么好东西 那也不是实体 拿不出去 哦 两扇门中间的这一大块区域里倒是有着无比珍贵的存在 但那是智慧 连秩序神教都不敢将它剖开 就别提自己二人了 二人从柜子里出来 在经过那片星辰光辉 来到最开始的红色大门前时 尼奥伸手拉了一下门 门紧闭 随后 尼奥牵着卡伦的手 走出了这扇红色大门 出来后 尼奥又转身 伸手拉了一下门 拉不开 卡伦开口道 既然外面有一扇外人绝对进不来的门 里面的那扇门 就没有上锁的必要了 反正如果用强力破门的话 里面的所有都会连带毁灭 尼奥点了点头 道 其实 你不用刻意的解释 好的 队长 那个 我们现在是回去吗 在这栋古堡里 二人已经看见了真正的秘密 但似乎这个秘密 并没有什么可以变现的价值 所以 继续留下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尼奥没有先回答卡伦的问题 而是问道 对了 你进来时 那个新人是什么状态 艾森先生也在睡觉 这么说 他也进来了 但在这里我没看见他 是的 我原本以为队长您和艾森先生是一起进来的 我们手拉手一起进来吗 呃 我睡觉之前给你留了个暗室的姿势 事实上 艾森先生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你也有面具 哦 是了 他的面具还是你帮他找勒马尔做的 可问题来了 我们正常人的思维 再次进入这个意识世界后 第一想法肯定是来这栋古堡看看 但他却没来这里 这就意味着 在这个意识世界里 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 比这座古堡 更值得关注 如果将这座古堡比喻成运行中枢的话 肯定还有一个地方是控制中枢 队长是觉得艾森先生去了那里 古曼家族的地位 比你想象中还要高一些 那些有真本事有传承的家族 已经无法用神官职位来衡量他们的影响力了 最开始 我是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是真实的 但他似乎早就看出来 这是一场骗局 他对这里的认知 比我更深一层 那 我们现在去找他 当然 毕竟看完了这位邪神先生记忆深处的秘密日记后 我们还有不少的时间 难道真的回去睡觉吗 再说了 一个队员忽然失踪了 作为队长我肯定要去找寻到他 带他安全回来 不抛弃可是我们猎狗小队的信条 对吧 队长 您说的对 现在问题来了 这块地方 除了古堡 还有哪里适合做控制中枢 队长 我觉得我们的思路可以变一变 我们现在所占的位置是阿莱斯古堡 但现实里的阿莱斯古堡大概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也不会有这扇红色大门 所以 控制中枢到底在哪里 可能无法通过具体的位置地点来猜测 你的意思是 从痕迹入手 是的 哦 我明白了 你说的很对 在这个地方 果然是你的专长 那么 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烟雾 是那个假的您对我们做的指引 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以及 我们能否及时找到 烟雾 你要走到古堡东侧 打开了窗户 这里算是一个制高点 围绕着古堡位置有不少灵星散步的秩序之边小队队员正在游泳 而在更远处的公路上 则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身边则有烟雾正在环绕 巧了 还真的有 卡伦也走了过来 看着那片白雾道 这烟雾其实是一种最有效 但同时也是最落痕迹的暗示方式 我想 应该是面对那种顽固分子时才会使用 让他以及他拉扯过来的人重新迷失在时间的断层中 意思就是 古堡里的布置都是早就设计好的 但在外面 他们设计的并不多 这种烟雾更是一种外置不用的方式 是的 对长 在烟雾里 人很容易迷失 很容易受到感染 我想 应该是控制中枢内某个人正在用他的意识影响着目标 那就应该是了 你的猜测是正确的 还记得我们睡觉的那个密室吗 就是天花板上雕刻着秩序之边雕塑的地方 记得 听范妮说过 那里应该是秩序之边的审讯室 嗯 是的 审讯室 审讯室内的环境可以发生变化 这是审判之壁的作用 每个大区都有 分散进各个需要使用的部门 审判之壁 不是同名数法的名字 而是一件神器 在上个纪元有一位审判之神 他想要成为诸神之间各个势力的调节于审判官 想要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诸神之间绵延不休的战争 但在一起调停由光明之神发起的讨伐战争时 我们的秩序之神出手 将审判之神镇压了 他的那件神器审判之壁也落入我秩序神教的手中 当然 不仅是这件神器 他的整个传承 也被我秩序神教吸收 审判官序列的最终形成 说不定还有属于他的付出与奉献 队长 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晚上 忽然发现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有些空缺 因为我以前不喜欢翻书 更不喜欢背书 而且 有些时候书上的记载你自己看的时候都清楚它其实不是真实的 可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方面的知识不补全 需要用到时就会有些尴尬 尤其是在和你互相交换秘密后 这种窘迫感就越发明显 所以 我最近就针对性的翻阅了我灵魂中另一个他的相关记忆 效果异常得好 我现在甚至能将光明纪元倒背 而且是位删减版的光明纪元 队长 你是不是担心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我传教 是的 如果他能帮我省略背书的过程 我愿意 毕竟 任何的方便和取巧 都需要付出代价 好了 我们下去去追踪烟雾的反向痕迹吧 趁着他还没散 卡伦和尼奥离开古堡来到了外面 烟雾密集处以及延伸指引处不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关注的是烟雾来的方向 很细 很不可查 但它依旧存在 尼奥在前面 卡伦在后面 两个人一路小跑 最终发现 烟雾是从一个路牌下方发出的 路牌上标注着阿莱斯古堡 尼奥双手抱毙 道 好了 现在问题又来了 该怎么进去 卡伦尝试用手摸了摸路牌 没有任何的反应 尼奥将路牌摇了摇 也没反应 就在这时 一团蓝色的烟雾从路牌内发散出来 尼奥和卡伦瞬间进入警戒状态 蓝色烟雾内凝聚出一个男子的身影 脸上戴着一副银色面具 他看见了身前的二人 伸手 摘下面具 露出的艾森先生本来的脸 艾森先生 卡伦有些惊讶道 艾森先生向卡伦点了点头 然后又看向尼奥 问道 队长 你们是想要进去吗 是的 你刚刚已经进去过了吗 尼奥问道 嗯 我正准备出来后 回密室睡觉 里面有什么 尼奥问道 里面 很枯燥 像是一群萤火虫在开会 尼奥微微皱眉 萤火虫 在开会 卡伦对尼奥道 队长 艾森先生的话 不用去理解身意 他喜欢直白陈述 尼奥看着卡伦 问道 可是 你的脑海中能想象出萤火虫开会的场景吗 呃 卡伦摇了摇头 所以 该怎么进去 尼奥问艾森先生 你们 是想让我带你们进去看看吗 艾森先生问道 不然呢 尼奥反问道 那队长下次你可以直接说 好的 我记住了 现在我命令你 我的队员孟菲斯 带你的队长我和你的队友卡伦 进去 好的 队长 艾森先生弯下腰 在地上画出了一个简易阵法 这是什么阵法 尼奥问道 一个很简单的阵法 你能具体一点介绍吗 像是门钥匙 神教一些特殊部门的秘密场所会用它来当钥匙 不过 那些部门的人通常都比较懒 很少会更换钥匙 我用以前我知道的几种钥匙依次试用了一下 试到第二个时就是成功了 好的 和你说话真累 艾森先生嘴角露出轻微弧度 道 但我很喜欢你小队的氛围 这一次任务 我的收获也很大 更了解我的儿子了 那真是件好事 是的 好事 艾森先生点点头 简易阵法完成 艾森先生直起身 道 好了 我现在要启动这个阵法了 然后 我会和你们一起进去 因为我还需要再带你们出来 其实不用 因为我已经学会你这个简易阵法了 你其实可以回密室真的睡觉去 尼奥说道 好的 艾森先生退出了阵法圈 那我帮你启动阵法 等一下 尼奥忽然抬起手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问道 一群萤火虫开会 所以里面是纯粹的意识秩序空间 是的 是那种信仰 意识 精神 境界 气息 种种因素衡量下所呈现出的一种原始状态是吗 是的 你说的没错 这是特殊部门会议时的保密措施 因为有些特殊部门的部门内部人员 也不能互相公开身份 只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流和会议 在那个空间里 所有人都是一团团光求是吗 所以你才会说像一群萤火虫开会 是的 颜色分哪几种 由灰到黑再见红 红黑色调为主 另外 大小也不一致 颜色越靠红 一般也就越大 在里面的地位也就越高 我刚刚进去时 还有人向我问好 艾森先生是数法官 他所呈现的光求状态 品级肯定不低 一旦进入里面后 互相不认识对方教会里的真实身份 但身份地位高低却一目了然 那我不能进去了 呵呵 你要退出了阵法圈 好的 队长 艾森点了点头 也没问队长 为什么不能进去 艾森先生是没兴趣亏去队长的秘密 他对自己职责以外的事情 基本不感兴趣 不过卡伦知道队长为什么会突然变卦 因为队长很担心自己进入后 别人都是红黑色的光团 结果他是一个纯白 因为队长现在所使用的力量 都是光明系的 哪怕他战斗时 也都是先将光明系力量转化成秩序系 百杀不是将队长误认为光明系的强者 事实上 队长就是光明系的强者 由内而外 或真价实 艾森先生看向卡伦 他又站进阵法圈 道 那我带卡伦进去看看吧 嗯 好 你要点了点头 带卡伦去见见试面 站好 艾森先生说道 等进去后 不用紧张 里面强大的存在很多 普通的存在更多 你在里面 层次也不会很低 好的 我知道了 艾森先生启动了阵法 蓝光将卡伦和他一起包裹 随即 二人的身影一阵扭曲 没入了面前的路牌 卡伦睁开了眼 发现这是一处类似由一道道链条构架而起的一个空间 每个链条所形成的网格面内 会有画面正在呈现 时时监控着每一个人 确切的说 是每一个被标记的人 不被标记的人不会在里面出现 因为 不被标记的人在意识世界里就意味着不存在 这也是那个游泳的秩序之边队员从卡伦面前游过去时 卡伦没有被发现的原因 同理 正是因为自己不存在 队长才能带着自己逛了整个阿莱斯古堡 这个空间内 有几百个光团 他们大小不一 颜色不一 最中央位置 像是发号施令的地方 有十几个红色的大光团 外围一层则是暗红色的中等大小光团 在外面一层则是深黑色的光团 最外围一层是带着点灰色的小光团 他们的数量也是最多的 但让卡伦有些意外的是 当自己进来后 所有光团像是刹那间都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不再有窃窃私语 所有人的目光也都聚集在了自己身上 虽然都是光团 但这种目光 或者较注意力的感知 反而会更为清晰和明显 因为在这个空间的这种状态下 可以摆脱身体所带来的束缚 让一切交流都变得更简洁 偷偷溜进来 结果一进来就被万众瞩目 卡伦心里马上就紧张起来 他开始寻找艾森舅舅的身影 他不是说进来后会一切如常 不会被引起关注吗 咦 艾森舅舅人 不 他的光团在哪里 卡伦开始寻找 终于 在非常下方的位置 卡伦看见了一个和自己挨得很近的黑色光团 艾森舅舅的光团怎么这么小 不 不对 卡伦终于意识过来了 不是因为艾森舅舅的光团小 是自己现在太大了 他忘记了 自己戴着爷爷迪斯留下的面具 卡伦开始观察自己 他终于发现现在的自己 到底有多么庞大 这个空间里其他所有光团 哪怕是最中央的那一群红色光团 在他身形的衬托下依旧会显得渺小 而且自己光团的颜色不仅是红的 还带着金色的流金 显得无比古朴且威严 下一刻 经过了短暂的震惊错愕 匪夷所思 无法理解 事实面前 等一系列心理波折后 所有光团都向卡伦所在的方向投射过来虔诚的意念 如同正在行礼膜拜 其呼 拜见神殿长老 今天就一更了 想休息一下 报紧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